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车逆修行的故事 当年印度的西达多太子 小时候他有一个小朋友跟他一起玩的 叫车逆禅陀 当西达多太子离开皇宫出家的时候 由车逆一人驾车送行 你们没想到佛陀最后出家离开皇宫的时候 就是他从小一起玩的一个小伙伴 把他驾车离开了皇宫 等到太子成佛之后 他的小伙伴车逆也出来出家修行 但是这个车逆跟所有的比丘们都相处的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自己很早就伴随着佛陀 因为当年佛陀跟我从小一起玩大 跟那些比丘那看不起他们 他觉得他跟佛陀交情比较深 讲什么佛陀都会应该听他的 因而产生了傲慢的心理 他对佛陀的上手二弟子 这是最高的佛陀的两个大弟子 一个叫舍利佛 他一个叫宁建仁 这是两个大弟子 特别看不顺眼 他看不顺眼他们 佛陀劝了车逆几次 跟他说你不要这样 结果呢 他仍然改不了他自己的称慧和傲慢 他就是这样 他觉得跟佛陀一样 等到佛陀露灭之后 也就是佛陀涅槃了 佛陀离开了之后 比丘们就依照佛陀临终前的指示 对车逆事行反法 你们知道佛教界里面反法是什么吗 就是用佛法来罚他 就是说叫所有的人都不理他 不跟他讲话 叫反法 太骄傲了 然后呢车逆 那只好自己呢 在路野园附近 精进修行 那就是一个人 但是挣不了果呀 没有师父啊 没有大家帮忙啊 佛陀又涅槃了 这是他的傲慢和称怒 开始降温了 所以一个人叫他冷静 师父经常教育你们孩子 叫你们冷静 车逆想起了阿难尊者 阿难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阿难尊者 他就去找阿难指点 因为大家都不理他了嘛 只有阿难理他 他问阿难说 阿难尊者 身心一切都是无常和无我的 那么做了善恶业之后 是谁承受果报呢 还是没有人承受果报呢 大家听得懂他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管你身心一切 已经是没有我的 已经是没有我的嘛 那么做了一个善的和恶的 没有我的话 那谁来承受这果报啊 大家听懂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不是说人没有的吗 没有我的吗 无我的吗 做了这个坏事 做了这个好事 那惩罚谁啊 谁来接受这个果报啊 也无我的啊 也就是说你做了坏事 你给逃走了 无我了 阿难尊者看到 车密的傲慢和诚慧 已经冷静下来 阿难就知道 他已经是接受 佛法的好根器 所以你看这个车密 其实跟着佛多很多年 但是在十大弟子里面 没他 对不对 为什么 骄傲呀 所以要做好弟子 要谦虚 就向他解说 圣生的缘起的道理 圣生缘起 就是缘分怎么来的 阿难跟他讲 在身心的连续变化当中 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由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在承担果报 所以不落入常见 在另一方面 在身心的连续变化当中 有一后续的身心存在 这个后续的出现的身心 承受着果报 所以不落入断见 你看阿难学的好不好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的身体和你的心 在变化 对不对 一会变好 一会变化 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实际上你的心在变 没有一个是固定不变的我 也就是说你变好了 你就是个好我 你变得不好 你就是坏我 实际上不是我 而是变化的你 你今天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你做好吃的 那么你做坏人的时候呢 你进监狱了 你就是坏人 所以你这个人是变化的 不是固定的 听懂了吗 这是第一个 由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我在承担果报 所以没有人会承担你的果报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没有专门有一个人 你在这里来承受善和恶 所以你不落入常见 什么意思 不落入常见 就是你没有一个正规的 永恶不变的东西 常见 经常看得见的东西 在另一方面 在你身心的连续变化当中 有一个后续的身心的存在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善报啊 善报报给谁啊 就是后续的你 听懂了吗 受果报的你 那么这个后续的你出现的 身心 你的身体和心灵 承受的果报 所以呢 他不落入断见 也不是说什么都没了 断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我看穿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师父今天讲给你们听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去做好 做坏事的时候 可能是你的分铃 可能是你的意念 让你去做好事 让你去做坏事 让你去伤害别人 让你去做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的果报还是有一个你来承担和接受的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开这辆汽车 你载人了 免费帮人家载过去了 你开这辆车 实际上是这辆车在载人 不是你在 载人 实际上没有我的 谁都可以开 谁都可以把这辆车去 把人家带来带去 带来好 对不对啊 那么 我问你 如果你撞车了 这个车是别人的 你说警察找车 还是找你啊 是不是找你啊 驾驶员啊 现在明白了吗 经由阿难的指点 车逆以强大的决心 看清身心现象的缘起过程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啊 一切都有缘起缘灭的 它灭除了长见和断见 处在忠道 而得了圣者的果位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心 不要给傲慢 称慧和无名 所占据自己的心灵 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学佛人 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要排除傲慢和称慧 因为傲慢是一种 看低别人的心理 称慧是一种生气的心理 恨别人你就会生气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偏 任何事情要忠道 对人家也不要太好 也不要太坏 讲什么话不要伤害别人 做什么事情不要过分 这个人就是智者 所以孔老父子 有一句话叫忠庸之道 所以现在很多孩子 爸爸妈妈两个人不开心 你问孩子 孩子总说 我都不管 我觉得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那么这种孩子叫忠道 如果这个孩子帮妈妈了 那么他就帮妈妈了 有的时候帮爸爸了 他就帮爸爸了 那么这个总归会有些偏的 作为一个人来讲 单位里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选择忠道 中观中道比较好 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 讲人家缺点 也不要讲到底 讲这个人好 也不要把人家碰的 一点毛病都没有 凡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 他不是说没缺点 而是他改变了 一个成功的人 都是从自己的努力 奋斗开始慢慢改变 如果不改变的 这个人一辈子成功不了 所以希望你们 好好地改变自己 能够中观中道 什么事情 要给人家留点余地 好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婆 好